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腰椎前衣不连后果就是 一个是前衣的重量 过度把肌肉拉伤了 拉伤以后肌肉也撕裂 有血肿 也激化 半痕化 反而造成腰部肌肉的伤害 所以我们前衣的重量 应该按照它体重的百分之几 给它加重量 不能随便的增加重量 前衣 然后还有注意 你是什么前衣 是披前衣 是过前衣 披前衣的话 当然是位置 部位 松紧度 都应该掌握好 太近的话 造成下肢血运 障碍 造成肢体坏死 如果过前衣的话 你大过去也还得注意 不要送伤身经 离关节要报料一定的距离 这样的话 前衣就正规化的操作 按规程办事 正规化 所以呢 前衣好像是不出手说 但是造成下肢坏死 坏死的情况还是存在的 而且它 过前衣的时候 然后呢 离这个身经比较近 往往一不注意 就把身经给弄断了 所以这是呢 这大夫子做前衣的这个硬的注意的实相 再一个呢 就是前衣以后呢 除了重量 时间 你还能位置摆好 让它把下指抬高一点 它的高度要超过心脏的高度 这样的话 前衣起来 再一个呢 就是前衣和病人的肢体 要活动 在大夫的指导指向 那这个怀关节呢 治关节呢 要过程锻炼 协助 前衣治疗 在大夫没准备 这个文化 里面的时候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